你那你吃饱饭 那是什么概念 看啊 这个是咱的 我姐安排我们的地方 有点 有点像不谁了 还有点变了 那年我们几个人 十多天来 没睡好觉 一直没睡过 正经爸爸你进屋睡过觉 睡着旁边 就十多天以来 就在这我姐家来 给我们安排在这个床上 睡了一个好觉 睡了一个夜晚 睡得非常香 非常你不能忘怀 这种感觉你们是体会不到的 被迫辍学离家 一路沿街乞讨 承受了人们的冷漠无情 戴兴芬的善良热情 让何荣峰感到温暖 认识到人和人之间 还有真情 那天戴兴芬只找到了 一个人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 吃过饭 三个年轻人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一起离开 那时候我知道 到黄爷时 需要七块钱的除费 我就该一人给四块钱了 就知道能到那里了 在路上他们带点钢梁 路上可以那个 饿了可以吃 就是这样想着 又想到那个 没水没啥 吃那个钢梁会渴 没有水 我说把那笔香蕉 给他们带上 种在吃点钢梁 一块香蕉 总比那个吃钢梁好 我当时真有那个心 找到一个人的工作 我真有那个心留下 我可能家里以后啊 有点什么需要干活的小事啊啥呢 我可能能帮到他 但是我也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脑袋一晃而过吧 就觉得这些东西也很不现实 当年何荣峰是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 至始至终也没有和戴幸芬讲过一句话 但他却把这一份感激默默藏在了心底 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说 哎呀你这样的话那么的吧 那个姐啊你把地址扭下 我们去找到工作以后 我们来还你钱 我们钱可能会给你还 我姐呢 当时就是他们扭了地址 她说钱呢 那就我给你 我就也没想到 没想你来还 但是你们找到工作了以后啊 多些个心怀 知道就行 我就在旁边把这个事都记住了